明朝才是最想穿越回去的时代 明朝的服饰对韩国影响很大以至于成为韩国的民族服饰 那么明朝的服饰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明朝可以算是史上最时尚的朝代 一般来说服饰的流行是十几年一个轮回在大明起 借妹子们三年就掀起了一个新风上 但是总体上来说除了继承唐宋妹子明代的妹子 喜欢穿好裙或者被子虽然衣服样式 可以有很多选择 但是明朝有规定只有命夫才能 穿正红的衣服一般普通人只能选择浅色的衣服 但这是难不倒妹子们爱美的心对 他们在装饰上下足了功夫的男装的话 继承了唐代和宋代的福头设计 就是帽子上的小翅膀 唐宋的小翅膀是可以戳中人的到了明朝不一样的 使明代皇帝的福头喜欢朝天旨 这也被叫做冲天关头 在冲天关身着滚龙袍腰细白玉带足穿无忧虑 说完衣服就来看看大明的吃 那就请我们一起翻开金瓶梅 金瓶梅又明明朝小好吃食谱 还真的没有金瓶梅里面的吃的 就是明朝的典型明朝的铁锅事业已经非常发达 再加上外貌交流频繁 所以炒菜和调料基本已经和现在差不多 没错 明朝才有的辣椒不用担心吃的不习惯 明朝美食的精细程度到达哪一步了呢 光是鸡蛋的做法 在金瓶梅中就有十几种做法 摊蛋 微蛋 撒蛋 糟蛋 蒸蛋 煮蛋 蛋蛋当然最流行的就是食鱼 据说清蒸食鱼和红糟食鱼 是西门大官人的私放 还不是重要的客人都不给吃另外明朝的妹子 还喜欢蒙食鱼的鱼鳞 做脸部的装饰可以说真 但是鱼近期用了金瓶梅第三十四回说道 西门庆送了两条食鱼给朋友英伯爵 英伯爵吩咐仆人与者打成窄窄的块 拿他远就红糟而陪着 再缴些香酒 安放在一个瓷馆内 留着我一早一晚吃饭门 或欲有个人客本来 争您一叠而上去 也不枉顾惑了哥的盛情 再说喝的要知道茶丛出现 就是我引到了明朝 更是演变出很多网红饮料基础版的除了 一时之外再来说说住明朝的房价 可以说是非常亲密的当时米价格 是一两银子除以九 零公斤也就相当于九百多块钱吧 在明朝一栋市中心的别墅 大概也就只要取几十辆五 大郎这个买烧饼的小贩 都能够轻轻松松买下来 没有房价压力的明朝人民喜欢干嘛呢 当然就是买买买 大家都知道明朝有个最高领导人 叫朱棣没有别的爱好 就是喜欢剁手买买买 但是只能买自家东西有什么意思 于是他立马开通了海外购业务 负责这个业务的人就是郑 可于是郑和乘坐大宝船 带着无数金银 宝器 丝绸 瓷器以及两万八千多人组成的最大代购队伍出发 从此大明的画风就变成可以说明朝人民的幸福指数是 非常高的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王朝 他从盟元的手里把中华的土地都夺回来 经历了洪武之治和永乐盛世 明朝真正成了国力强盛 万国来邦的天朝上国 这是一个言论自由 皇帝能为海瑞会骂很惨的时代 这是一个法治严明 唐伯虎作弊都当不了官的时代 历史上 明朝皇帝总是名声很差 可朕想说的是 一个皇帝的风评是个时代言论自由成反比 他们被黑得越厉害 恰恰说明明朝就是一个言论自由 君主昌明的时代 反正真是很想穿越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感谢观看